1922問說 黑暗天的消防官 可以做徹牙災芯的工作 如果徹牙災芯的工作 什麼時間來做比較適當 災芯這個部分就是做整肢修剪 是最在黑暗跟黑暗 比較差 所以主要像我們去在意的 通常就是說在什麼時候 在這個冷 像過頭冷那種情形之下 太冷了 在它的徹牙本來就很不容易出現 像在陽香瓜 在梅隆 尤其陽香瓜很明顯 它現在太冷 你把它搬下去 搬下去之後 它那個地方縮不外 它不會縮起來 所以它空水就比較不會收縮 空水不會收縮 這個問題就走出來 這個通常就變成在這家家就有很多 這個比較不容易出現的地方 就是說它可能有很多 這個問題 包括像有的 萬苦病還是什麼 都很容易 在這部分來改善 所以這個通常是沒有要受注意 現在是說在溫室裡面 溫室裡面 對小黃瓜來說就不太敏感 因為回歸 雖然它是溫暖的作物 但是在台灣 我們地費很冷 如果沒有一般 所謂很冷 可能就是低於12度 這個黑咖 那一般那時候可能它也沒錯 側雅等到你溫室 只要那個回歸 差不多 我們的經驗 差不多在15度 在18度這個範圍 側雅就不可以起來 所以你發現說 寬人沒有什麼工藝 都靠不身體 在走 工藝要出來 都要等比較稍微 的時候 它比較有辦法 補那個工藝 不然就補出來一塊塊 所以你根本 連要讓你溫的 這個機會都沒有 所以一般來說 可能受影響的應該是在這個 部分 所以現在如果說 黑咖是比較不差 黑咖雖然在那個工藝 反而是比較沒辦法收縮 但是 我們在 盡量就是可以在那時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工藝 但是這個工藝做不完 不可能 所以 那萬 或是說有時候 我們在拆散的時候 審査的 有的對後面就有看 那萬 我們過了 甚至有的就軟軟軟軟 這通常是都會這樣下去做 有的是說我整棵藍 整棵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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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每一個人做工藝 這個習慣沒什麼一樣 看你怎麼樣 這個 這個不差 這一般就是說 比較不差 但是就是說盡量 不要黏太多 因為 比較黑 或是說 暗了 如果是 濕氣比較重的 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盡量不要太暗 因為濕氣比較重 你現在更暗 還在涼 到暗時 一個濕氣的關係 他就變成 這個 工廠的 這個收縮的 就比較壞了 如果正常 這次在用都沒什麼差 就是說 不要黏太暗 所以我們通常 我們的習慣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 跟他 通常 通常 我們的習慣是這樣的 大家不一樣 做工藝 但是就是說 不要拖太暗 所以主要不要拖太暗 這樣就好了 給他通風 這時通常 又如何 又如何 烏印 通常通風 都會比較好 在這個情形 我們就比較容易 去檢測到 白海的一個發生 主要是這樣的 這個做法 其他就比較沒有說 很大的一個差別 這個 如烏印 電動 我們頂要如精力 又好使 不要讓他 烏印 要變大 變薄 變大 要 要頂頂踏踏踏 頂頂踏踏 如照不到人 如照不到人 就 如麻煩 這樣 所以通常 是 這個情形 可以讓你 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